果然是墨雨虎 这么狠心 为他目的不惜杀妻 我信你可以试试看 夫君 之前 之前都怪我太任性了 都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不必了 不必说不必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这是我亲手为你熬制的银耳莲子羹 你尝尝 你是手臂乏了 我给你揉揉 你尝尝 这羹 我花了一夜熬制 昨晚一夜为何也 你真的不尝尝吗 你是不是忘了呀 我从来不和你做的任何东西 好暗不知眼前窥 我忍 为了五百两 我什么都可以忍 我忍 我忍 夫君 那我实话告诉你 我之所以想让你去 是因为 我说不出口 是因为有一个女孩 我还一直苦苦练着你 爱你爱到病肉 高慌 他现在 再见不到你 求 求我 你真想让我去啊 吴文 鬼白 十丈之内我不想再看到他 谢谢 我 有点东西啊 我们自己拿回去喝 马偶先走了啊 到奎兴楼见我 不然 杀马吃肉 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得了我 谁都知道 侯爷从来不受人威胁 你说这聂丧鱼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奎兴楼呢 可能桑宇侯爷求和 侯爷去哪儿 侯爷去哪儿 侯爷兴楼 带上弓箭手 现在出发 对付大夫人不至于此啊 对付大夫人不至于此啊 真不错啊 夫人 啊 您怎么断定 侯爷一定会来啊 而且 咱们签了他的马 这这也太儿戏了吧 你想啊 以宁玉轩的性格 我这么三番五次地去骚扰他 他能不反吗 我这就叫 反其道而行之 宁夫人 高小姐吧 高小姐一看就是气质非凡 出手阔绰之人 能花五百两银子包下这么大一个场子 就为吃顿饭 大气啊 大气 侯爷 英姿勃发 小女子早就情形不已 今日小聚 也只是为了能和侯爷 共享佳肴 千万别紧张啊 一会儿他来 你就说 你是我的朋友 好吧 好 侯爷还没来吗 来了 夫君你来啦 高小姐 这位就是我的夫君了 夫君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倾慕你已久的 高小姐 夫人 夫人 我才是花钱买和宁大人吃饭的人 谢谢啊 宁夫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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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不知道她是谁 不是我叫她来的 我 你就是那个阿郎吧 嗯 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的 少废话 拿下您狗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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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与神子还有防备 不规范 侯爷 鬼白 我要活的是你 我们可以走了 走走走走 宁哥 叫你的人把钱放下 放下 宁哥 宁哥 宁医生 救我 宁医生 救我 救我 你 怎么 连你自己夫人的命都不顾了 少废话 宁医生 宁医生 快救我 此女子飞扬跋扈 救我的侯父天翻地覆 你杀了他 我还得感谢你 你 宁医生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任命乖天 你别开玩笑了 快救我 你见过本侯平日里开过玩笑吗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你今天绝对逃不了 你 夫人 你人是呢 果然是墨玉虎 这么狠心 为他目的不惜杀妻 我信你可以试试看